街道上一片黑漆漆 连路燈都不亮了 伸手不見五指 有人騎摩托車經過 仿佛成了巷弄內大型照明燈 深夜突然停電 大樓住戶熱到睡不著 全跑到大街上 晚間五玉景停電 冷氣電風扇全都停止運轉 偏偏近期台北市高溫飆升 民眾只好到街上聊天吹吹風 也有不少居民因為停電氣炸 狂打電話給當地里長 台電也立刻派員搶修 台電已經進場 進場他們已經派了 應該是兩組進來 北市中山區7月18號晚間 11點01分 因為潰線跳脫 導致民生東路三段 河江街一帶共962戶停電 一直到隔天凌晨1點46分 才全數復電 停電將近三個小時 就全部停電了 有預期心理的 不知道 就突然停電 東西還好 可是就是說突然就這樣子 比較不方便 整個都黑掉了 炎炎夏日 用電量大 但各地停電事件平傳 讓居民熱翻 只希望類似事件別一直重演 記者敬畏中理晴 要詳於台北採訪報導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 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點購網站訂購